欢迎收看老宝丁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一部 两百斤的丑女翻身 找到真爱的故事 约会电影 朱莉娅是个体重过两百斤的胖女孩 由于体型的原因 年近三十 还没谈过恋爱 即使是这样 她还是坚信会找到真爱 自己的白马王子也一定会出现 但是 少女怀春 总有寂寞难耐的时候 所以她常常在大街上 追着小伙子跑 小伙子们一看到她 就连连尖叫 一路逃窜 有的甚至选择自我了结 朱莉娅找对象困难 还在于家人的要求 因为朱莉娅的家庭十分奇葩 父亲是黑人 母亲是印度人 妹妹是个日本人 自己居然是个白人 整个一个联合国代表家庭 所以家人希望他们找一个大混血 这天 朱莉娅在自家经营的餐厅帮忙 遇到了一位金发帅哥 格兰特 格兰特 他似乎对朱莉娅一见钟情 就在两人互相对视时 父亲则一个劲的催促 朱莉娅上菜 朱莉娅和忙中 还用水壶误打了格兰特 为了配得伤格兰特 朱莉娅决定 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朱莉娅来到戳合了多位明星的大美人 红狼家 但是红狼在看到她后 就直言不可能 朱莉娅非常失望 沮丧地离开 红狼看见她 失落的背影 是好答应自己愿意一事 但是她在仔细打量朱莉娅的时候 她发现朱莉娅是个大难题 于是将她带到了自己和助手的工作室 几个标情大汉 先上电锯给朱莉娅修脚趾甲 水池 朱莉娅的脚趾甲竟比钻石还硬 费了好大的功夫 最后还给她来了个酸爽的全身脱毛 顺带永仇之际 抽出了一百斤的脂肪 某位竖行之后 朱莉娅变成了她应有的样子 苗条迷人闪闪发光 变美了的朱莉娅很快就和格兰特 坠入了爱河 两人进展身术 一个晚上基本上就搞定了 普通情侣需要半年的进度 而且隔天 朱莉娅就带着格兰特 见了自己的父母 但是朱莉娅的奇葩父母 对格兰特并不满意 虽然朱莉娅的爸妈不太赞同 但是格兰特还是一心 想要赢去朱莉娅 她把朱莉娅带到了珠宝专柜 承包了柜台上所有的珠宝首饰 并且求婚 朱莉娅当即答应了求婚 既然定了终生 那么两家人也自然见了面 坐下来讨论下婚礼的细节 格兰特的父母表现得很喜欢朱莉娅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 格兰特说要介绍自己的好友给朱莉娅 而且指定要她当伴郎 朱莉娅原以为是个男性朋友 没想到这个伴郎 居然是格兰特的前女友 一个性感火辣的金发油物 朱莉娅本能地感到了危机 果不其然前女友在人前和朱莉娅做闺蜜 私下一直在找机会 不回格兰特 朱莉娅也只好表面笑嘻嘻 心里麻麻皮 前女友被朱莉娅去世混杀 故意给她选了个最丑的 朱莉娅实在忍受不了 只能和前女友正式旋斩 于是 她再次来到红狼这边寻求帮助 因为前女友实在是太火辣了 朱莉娅此时已经信心全无 红狼开导她要信任格兰特 她们会有好结果的 就在婚礼当天 朱莉娅醒来发现自己脸上长了个大兜兜 所以婚礼迟到了 前女友就趁机再次动摇格兰特 说朱莉娅根本不爱她 如此重要的婚礼居然迟到 做完还主动亲吻格兰特 这一幕正好被感到的朱莉娅看到 朱莉娅伤心欲绝 果断分手 父亲在朱莉娅分手后 立刻给朱莉娅介绍了新对象 为了彻底忘记格兰特 她立即答应马上结婚 可当末时在宣读食言的时候 朱莉娅脑中出现的都是格兰特的身影 看着朱莉娅出神的表情 当即宣布这床婚姻无销 让朱莉娅跟随自己的心 此时朱莉娅才看到 格兰特在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她的诗 以及等待她的地址 朱莉娅寻忙去寻找格兰特 就在朱莉娅走楼梯刚上楼时 格兰特就从电梯下楼了 两人错开 但是在楼顶的朱莉娅 一不小心跌下了楼 正好被刚到楼下的格兰特接触 两人相拥接吻 从自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 普通的搞笑爱情故事 男女主经过一些小插曲 最后在一起 感觉上和电影的名字都不是很搭 那是因为这部电影在影片中 至今恶搞模仿了四十多部电影 如果你的月飞两口多 一些梗会让你会心一笑 说说看你都找到了哪些电影的影子 以上就是本期老包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包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感谢观看